新北市樹林有家中古車行是在臉書上公然販售電動遮排器 不但是上傳了影片還強調說這是檢舉磨人的克星 誰是可以遙控擋住車牌為你省下罰單 而貼文一出呢立刻引來網友炮轟 那麼對此呢警方也強調已經針對影片當中出現的黑色車輛 喊請監理站進行臨時檢驗 汽車遙控器按一下裝置那一塊布簾 就像電卷門一樣自動遮蔽車牌 這款號稱檢舉磨人克星隨時隨地遠端遙控 擋住車牌神器就是要幫你省下罰單 日前有車行業者在網路平台上上傳影片 公然賣電動遮排器讓網友超傻眼刷爆留言區譴責 只不過店家也無奈喊怨 我們是純賣車但是遮蔽是我自己個人 個人看到喜歡我就買來裝了 實際來到位在新北市樹林的這間車行 平常是做中古車買賣 結果這回老闆覺得好玩自己改裝車 沒想到卻引發網友撻伐 但老闆也不是省油的燈直求對決 認為自己沒做虧心事只是純粹想秀黑科技 不過等等依照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 這行為恐怕已經處罰 警方強調針對影片中出現的黑車已經喊請監禮站進行臨時檢驗 但其實只要加裝車牌遮蔽器就算沒有使用也已經違法 民眾下單或是安裝前真的要三思 這次就綜合報導 這次就綜合報導